發生意外的天華路和天城路交界 交通恢復正常 其實在新界 好像在天水圍和屯門 都有不少這類輕鐵路軌 和其他行車線的十字路口 在部分路段 輕鐵擁有優先過路權 甚麼叫優先過路權呢? 輕鐵離開車站後 寫到距離路口大約100米 感應系統就會啟動 交通燈會由紅鑽錄 被輕鐵通過 其他行車線原本的綠燈 就會轉為紅色配合輕鐵 有意見說轉燈可能太快 令司機來不及殺車 容易釀成意外 但有40多年駕駛經驗的貨櫃車司機 認為在正常情況下 有足夠時間停車 連同拖駕頭 大約總長度是55英尺 即是14米、15米不夠 而是當你要殺停一架 full load重載的車 在2秒至3秒內 你是可以一定適當的距離 可以安全地殺停你的車 不涉及這個問題 過到頭過不到尾 你這個基本上 可以說你已經是充燈了 發生意外的天華路 可以直接通往樓浮山多個貨櫃場 近年多了貨櫃車和貨車走這一條路 由區議員說 自從07年深圳灣口岸啟用作之後 這一條路的貨車流量多了很多 他亦都留意到 有時候會有貨車充紅燈 有學者認為這個路段的設計比較闊 容易令駕駛者充紅燈 當路口燈轉而視野清楚的話 車有可能大部分傾向加速要過這個路口 路口闊的話 危險度可能更加大 相對於視野不清楚的路口 或者小一點的路口的話 可能很危險的 但司機會警惕性高了 反而意外率會減少了一些 他建議政府在這些路口裝設景中 提醒司機有興鐵通過 留意燈號停車 亞洲電視記者斯洛秋報道